为了探究这些问题 我们设计了如下剧情 不能上近一点吗 你这孩子 太让人生气了 目睹如此鸡娃教育 你会怎么做 本期观察地点 是这家炸鸡店 我们在店内 隐藏了多个摄像机 观察后台 也已准备就绪 现在观察开始 把手收起来 小的正当真懂事 你看你要是表现好 每天妈妈都带你来吃 好不是的 对了对了 我跟你特意做了个时间表 差点给忘了 对了 大家听我说 星期一晚上 还有星期四下午 是当请客 听到吧 星期二英语 星期三书法 星期六就是语文加数学 星期天英语培优 还有编程 中国教育报 曾就校外培训开展调查 结果显示 近四千名家长中 有92%都给孩子 报名校外培训班 对了 周五我给你新报的高速班 吃完我们就去 我要跟朋友一起去打乒乓球 乒乓球有学习重要吗 学习才是最主要的呀 小生初很关键的 现在都三年级了 这个时候是我们拔高成绩最好的时候 你现在不努力 你后面努力根本就来不及 三年级是个很关键的点 其实我们的小学教育在三年级以前 还是以素质教育快乐教育为主 演员还原的场景并不少见 这样的行为在网络上被称为 鸡娃 你现在要抓紧时间学习 你稍有不慎 你就落下了 别人努力你没有努力 拿什么跟别人比 现在好多家长的焦虑 不在于要让孩子出类拔萃 而是在于要让孩子别被落下 对的 好学校也就那么几个 别人都起破脑袋想进去 妈妈跟你说的所有安排 都是为了你好 我这哪里是害你啊 不是望子成龙 是不希望自己孩子成虫 家长的教育忧虑 会转化为孩子的压力 但你上补习班也不上 我想上补习班 庞猪是一对妇女 很实关注 对于鸡娃这个话题 她们是什么立场 我没有七节课了 我说你那个同学 小和人家都抱了八个了 七个算什么 被刺激了 被提醒了 你自己先拿去看看吧 这些课程 不要我提醒你去 突然增加了写字课 究竟是计划之中 还是有意为之 你三年级 其实你时间并没有 今天下课 待会上课了 确认一下眼神 难道都是鸡娃的人 三年级 说是吧 哪有不补课的道理 真的不补课没有用啊 要不然能不了 她读书医的时候 成绩也还可以 初二五就没补课 都跟不上来了 可是 可是我跟鼠极办人 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没有休息 不要想玩游戏机 连游泳班都报不了 真的上课 老鼠架是上课一样的 你看多么坚定 没有休息 家长是如此的统一战线 给你看一下她单词 这个两个百个 还有历史 政治 没有休息到四年纵 没有休息的 不只有孩子 鸡娃 有时鸡的 不仅是娃 可是我们那么做家长 都没有办法 而且我凶她 都不是为了她好 凶她好 我连工作都没有了 我陪她赌 我一队一 花四百多 然后就陪她赌 吃回夜 每天都这样 还要坚持到九月份 现在当家长 多好费 我快红热了去上 晚上八点多的时候 我有一种就是万念俱灰的疲倦感 咬了牙 跟你孩子一起在读英语 被试词 花钱 我这个手下 最想花三万多 得一年十多万 现在养孩子都是钱 对 还不能保证 就是说学霸一二 在教育这场军备竞赛中 家长和孩子都在拼命 但是对于这样的期望 孩子们真的能够理解吗 姐姐 那你也想成为优秀的孩子吗 那就是一两个 姐姐也想考重点高度 所以一时不久 故意啊 这个时候女孩没说话 愣了一下 姐姐你也想成为优秀的孩子吗 但对面的父亲 那是必须的 姐姐不会想玩吗 想玩吗 我跟玩吗 就这个父亲跟我想的还不一样 我真的就是希望我孩子能够过上普通的生活 普通的生活不容易啊 母女是两位演员 然后我们就是还原了一个这样的场景 我们耽误几分钟 上课了 上课了 拜拜 近些年来 关于校外培训的乱象 屡被曝光 对此 国家已经出台了相关政策 全面整顿校外培训机构 但对于鸡娃的家长来说 佛系教育 还有难度 等下就是乖乖上后出版好不好 其实我想跟同学打乒乓球 这么晚打什么乒乓球啊 那这么晚为什么我还要上课 这能一样吗 上课是学习 打乒乓球能干嘛 无物正面 你现在要在有限的时间里 做有意义的事情 现在是些很宝贵的 跟学习无关的事情 那都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 一些鸡娃的家长 会为了学习 强迫孩子放弃兴趣 你现在稍有不慎 在你后面的人都追上来了 可是上次明明我考了第三名 你是不是觉得考了第三名 就觉得很厉害很优秀啊 明明我考到一百 明明我是第一名 你就是普通的孩子 那为什么我不能做普通的孩子 妈妈 在你身上投入这么多心血 你跟我说 你要做普通的孩子 真的让妈妈太失望了 人们都注意到了这一幕 她们会怎么做呢 现在本来就很累 很累没有办法呀 谁不累呢 两位女生选择离开 她们可能联想起了几年以前 自己的悲惨的遭遇 算了 走吧 现场关注到这一切的 只有这对父子 这就是涉嫌提罚 所有教育里面都一定有规训于惩罚 我们要理解 快点 普通的父母基本上都罚过孩子 站啊 或者比较不客气的 就是当面指责过呀 这个父亲我估计也是 对啊 对 所以我不能当着我孩子的面 否定我曾经的做法 你有什么权利 你教育别父母 你不能让你孩子受教育 你说得出口吗 似乎并没有介入的理由 我们让女演员暂时离开 我约好老师八点半上课的 我现在去打个电话联系一下 你在这站着 不准乱动 此时 店内正值高峰期 嘈杂 似乎能掩盖孩子的窘迫 突然 估计啊 这位家长的介入一定是 你妈妈有她的原因 对的 你要理解她的苦心 你要理解 安慰 为人父母呢 就只能这么说 说你没办法 他肯定喜欢你 爱你 如果我爱你 他就不带你去学习了 那就变成你 啥也不懂 为人父母 面对孩子 有时答案格外统一 有些道理 还是拉个家长群聊聊吧 小孩挺有一个跳的 没有 家里 其实在班上 你听说是 又太 不得一家 没有必要 尤其是他没有 学 本时就知道 学习路是还很长 还长 还很长 我都用的压力 在后面 是要让他有钱 说得很有道理 说得很有道理 主要是我看周围家长 家长群里面 都是这样的 对来讲 我们跟周家长现在是把他 感觉是小孩子被娃娃 所以把我们一起都给家人的小孩子 家长群里面有没有那种好优秀的孩子 孩子那么优秀 弄得我真的好急哦 我想问你说的 你对小孩的优秀之后 你觉得成年 成年最好啊 好 OK 我就问你 如果只是成年最好 然后最后的其他 记不过 习惯不过 你觉得这次小孩就是有 这次学的随时百分 一个人的学习 一个人是第一的 或许未必所有的植物都能开花 但是也并不影响在春天 一起热烈的生长 你作为就是 也是一个孩子的父亲 你能不能理解这个妈妈的这种状态吗 可以理解 但是有些不太认可 因为不管大人小孩 其实都面临了一个比较大的这种竞争压力 大家其实都是谈的都是你家的小孩 成绩怎么样 排到第几名 国家现在也在不断地提倡 这种数字教育这一块 就是说回归到最后 其实又还是以分数去过度母桥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是变成父母 这也是第二层焦虑 就是无所事成 到底是要以数字教育去做 还是说以应试教育的方式去教小孩的问题 大家都希望能够打造一个很开快心心 快快乐乐的学习 同时还能把成绩搞好 确实会带来怎样的伤害 或许孩子最有发言权 最后一组观察 店内的两桌顾客 都是少年模样 会如何看待今天的话题呢 我说了这个奥数班 是我好不容易给你争取过来的 花那么多钱 但是 我星期五本来都是我玩的时间 玩玩玩 你脑袋里面只有玩吗 母亲的鸡娃式教育 引起两桌顾客的关注 我不是说的吗 乒乓球有什么用 能提款你的学习吗 不能吧 太可怜了 这种就行了 我这种就在玩你 是不是当妈妈的坏 成果旁风呢 给我站起来 站起来 随着教育逐渐严厉 不安的气氛 蔓延开来 心辛苦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 你怎么这么不懂神 太可怜了 我说妈妈 我不想那么溜 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 妈妈这么努力 妈妈在你身上花 这么多心血 是为了什么 空气 似乎陷入了凝固 这两位女生 都停下了吃饭 没人行动 都不敢看 她是有多么惨痛的回忆啊 都不敢看 都不敢 站好来 如果是演妈妈的演员 暂时离开 有人会打破僵局吗 姐姐的鼓励来得很突然 姐姐不仅有糖果 还有更多甜蜜工事 你真的很棒 你相信我 她只是想让你成为 更好的孩子 不代表你现在很差劲 你要相信八道八道 都是这条最爱你的人 其实这是今天的姐姐 好不好 姐姐觉得你真的超级棒 姐姐刚刚在南辆户中 受了打击 看到你 跟着贝州打击 你受到什么打击啊 姐姐 我哑死 听力都听不懂 我英语太难 那你现在 你现在有学英语吗 有学 好 凯特一文 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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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就是 我能学到 我说你是最棒的 我相信你 以后也会是最棒的 今天我们关注 鸡娃式教育 上节中 女生主动安慰了 被留下的孩子 你有什么 PQ之类的吗 不是 我偷偷写给你 如果你 如果你不开心了呢 你可以联系姐姐 我叫乐乐 你可以叫我叫乐乐姐姐 好吗 好 一会儿呢 妈妈来的时候呢 你可以跟她和说 好吗 孩子的心 被夸奖安抚 在妈妈回来后 女生更是把夸奖 进行到底 你的小朋友 叫你很棒 是吗 我觉得很棒 是不是因为你的优秀 所以她也 非常优秀 这个彩虹屁 但是我觉得 你们的那个 那个课程表 是非常满的 她有时候有点贪玩 贪玩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 三年级的宝贝 好像都是 我们贪玩的年龄 因为我们二十岁 还很贪玩的 其实吧 希望她好 可是哪个人 帮妈妈都希望她好 我觉得爸 其实也可以希望 给她一些 就是快乐的 那个动机 比如说 我们上班二十班 我们可以拥有一周 大个小时 一个小时的 平常让她 这样子 我觉得咱就会 最快乐 更优秀 会不会有点贪玩的 或许慢慢来 反而比较快 你好 给你解释一下 其实我们是广东卫视 你会怎么做节目组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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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 非常感谢你 不是sorry 就是因为 其实我们这两位 都是我们的演员 我的天 我当时我在想 我说我今天 你听没有了什么 我快哭了 我说天哪 这么棒的小孩 在讲成这个样子 我说这是拿到什么剧粉 最近很热的那个剧吧 小舍得 非常的相似 我刚刚看到这个场地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小朋友 蛮 蛮可怜的 就是那种 那种可怜 不是觉得 她以后未来会不好 我可能会觉得 她未来应该会 非常好 在这种教育下 但是我会觉得 是不是真的 就失去了快乐呀 天呀 我就想 我们小时候 真的感觉 简单一点 说我们都在 玩泥巴 跳房子 什么 怎么 现在三年级的孩子 就遭受这么大的 一个学习上的压力 然后 我就想着 什么时候 这个美女姐姐 会离开这里 然后 这个小朋友 会来跟我讲话 什么 然后就一直 偷偷嫖 偷偷嫖 虽然说 是在进步 但是我觉得 三年级的小孩 学编程 确实也有一点 思维上的负担